太喜欢买了 整天剁手 天天想要收包裹的星座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有订阅 NEW新闻的YouTube了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第五名 双鱼座 双鱼座啊 因为每天就活在自己的期待和泡泡中 我今天想要开心一点 朋友有点忙啊 也许他没有男女朋友 或者另外一半很忙 那人生就不要浪漫 不要粉红泡泡了吗 当然不行啊 自己创造好不好 双鱼每天在想着那些偶像剧里的情节 小说里面的故事 然后就开始打开连连看 他的衣服不错啊 他用的这个东西也很好啊 他去过这个地方太好了 我要怎么办才能跟主角一样呢 当然是买买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双鱼座的朋友 还是你本人就是 他买起来收得住吗 你告诉我 当然收不住啊 整个就是战火连篇 全部都烧到底 所以啊你如果想要问一些双鱼 比如说他是时尚界的 他是美食界的 还是收集玩偶界的 他会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 而且他会尽自己的能力去收藏 那这样的朋友有时候还蛮可爱的 因为他跟你聊起来滔滔不绝 也没有什么负面的想法 双鱼座有时候就是这样傻傻的就开心起来了 只是说荷包要保住哦 上一座喜欢购物的原因 想对自己好一点 第四名水瓶座 水瓶座在关于买东西这件事情上 是会吓到自己的 你会以为水瓶座是只关注一些时事大局 或者说他理性的很 常常因为一些情绪呢就开始自己分析 绝对不会失控买东西 那你错了 因为他不喜欢 所以他没有要买 如果他喜欢呢 我们牛新闻就有一位导演 他是水瓶座的 哦他家里面多少他喜欢的东西啊 因为他喜欢cosplay 不管是什么cosplay 漂亮的衣服 更何况是不同的蓬度的裙子 内衬他都有 这些啊你不了解他 你会以为他就是一个小文青 什么都不关注 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 你了解他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世界可是丰富多彩来的 水瓶座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枯燥乏味的人生呢 他们的人生没有打开 你从来不知道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你会发现只要你进去 就再也不想出来了 实在是太好玩了 水瓶座喜欢购物的原因 喜欢的就很想买 第三名狮子座 狮子座啊是海派型的人 他们喜欢交朋友 在朋友之间啊 他用什么来去取信于大家呢 除了他喜欢照顾别人 他喜欢为每一个朋友 想好他们需要的 并且无私的提供之外呢 狮子座还有另外一个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会把自己所喜欢 想要掌握的技术 给他深深的研究下去 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掌握一个技能 并且把自己的兴趣 发挥成一个专业的时候 旁边的人会非常非常的崇拜他 因为平常人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兴趣 变成一个专业 甚至是可以带来收入 这就是狮子厉害的地方了 看到他们平常不管是外形的打点啊 还是他们内在的那种提升啊 都是一直在节节高升的 这一点就是他们王者风范 带给大家那种魅力的影响 那狮子座的这些能力 来自于哪里呢 当然是购物啦 喜欢的 有兴趣的 好奇的 听说最近很热的 都买来试试看 试过才知道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之后 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原理 知道这些之后 赶快赶快分享给大家 同时呢 狮子座这些负面情绪 也就藏在这些买买买里 不管是去研究啊 花时间啊还怎么样 转移注意力就对了 这样狮子座就保持了自己的真能量 还维护了他的人际关系哦 狮子座喜欢购物的原因 发现一下情绪 交一交朋友吗 第二名 金牛座 金牛座他在平常与人相处的时候 不太擅长 比如说你跟金牛座相处 他跟你说哈哈你好你好你好 然后就没有别的了 不是低头滑手机 就是装忙 还有就是狂吃 总之啊金牛跟你开金口的机会不多 除非你已经是他很好的朋友了 但是如果你们之间根本没有花时间 比如说你们只是朋友刚开始相处 然后你们是同事 没有什么深入的交集 更不知道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这样子金牛其实对你来说 根本就是浅浅的浮云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金牛在他的人生里面 只有那些好朋友 只有吃美食享受人生这些吗 当然不是啊这样好无聊 东西吃多了也会腻嘛 好朋友哪有那么多时间 尤其是年纪大有精力的 家人工作家事都忙不完了 靠朋友真的是 嗯就不要想太多了 像金牛这么精打细算 又很实际的知道说遇到事情 最好还是靠自己的话 购物就是他最后的救星了 金牛喜欢买什么呢 他不爱花钱怎么可能去买东西呢 你一定会这样问我嘛 事实上啊 金牛只对一样东西有兴趣哦 就是提升他自己形象的 比如说我有一位金牛的女生朋友 他所有的东西都很节俭 比如说衣服 他可能一次可以穿10年 用一支钢笔一次可以用个20年 都是用十字倍来算的 可是他的高跟鞋每个月都要买 每双鞋都超过1万块 你看这金牛是不是很会宠爱自己呢 他为的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形象 不同的金牛有不同的形象要求 我这位朋友就觉得鞋子 是他所有形象里面最重要的 那其他的金牛朋友 他们喜欢什么呢 你可以观察一下 或者你是金牛座 你可以观察一下 你自己对自己的形象哪里最在意 你一定在那里买的最多 金牛座喜欢购物的原因 提升自己的形象 第一名是谁呢 当然最会买的都不是以上的 而是这一位 天品座 天品座爱交朋友 爱去搜寻各种美食好物 当你看过天底下最好用的东西 最提升形象的那些时尚单品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当然是想要善为己有 并且让自己跟朋友 跟这些最美的最有质感的东西 一样的好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件事情在天品座身上 绝对是发挥到最大的状况 天品座看到朋友买的 我觉得喜欢的 哪里买的我也要买 他就下单了 然后看到有一件衣服是 现在最新最潮流 并且很经典的 他也很快会下单 比如说像别的星座金牛座 他觉得购物车里面 一定要无一样东西 运费比较划算 可是天品座觉得只要我觉得这个有质感 而且大家都喜欢 我为什么不买呢 而且我买了之后 也许朋友用得到 也许工作用得到 也许家人用得到 都不一定 所以天品座喜欢买东西 不一定是为了自己 但是买的当下很开心 天品座这种喜欢照顾大家 但也喜欢照顾自己的心情 其实只要经济状况允许范围内 还蛮欢迎的 多交一交天品座的朋友 你也可以收贿不少 天品座喜欢购物的原因 每天不买点什么 手会恒养 好啦我们现在疫情的当下 大家都开始网购了 不管能不能出门 买一套漂亮的衣服 也会让自己在家里更有精神一点 外带一些美食 也可以让自己在家里面稍微轻松一点 然后吃的开开心心 如果在我们的经济范围内 让自己开心心情好 我们的创造力 和赚钱的动力才会更多 先让自己开心家人开心吧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